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猴立方跟夫婿到大陆探亲时 购得一纸相当精美的鼻烟壶 据说就是从宫内流出来的珍品 另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对古文物来说又是一次大浩劫 而当时猴立方的婆家 就把许多旧时代的文物藏在床底下 免于红卫兵的捣毁 而猴立方也把这些珍品带到台湾 守护古文物脆弱但是珍贵的生命 总之你一会儿千万不要从越华门走 尽量多过招太殿 然后从长康左门处御花园 那就应该碰不到小林子他们了 哇真漂亮 先不要看了 那这人拿着珠店去卖 够你捐十字的官还有剩呢 我不跟你说了 趁娘娘还没有发现 我要快点回去了 夜半三更 宫女太监趁着手被交替之时 偷到宫中宝物 其实清朝开国以来 有鉴于明朝末年宦官滥权的教训 规定宦官不得誓字禁止干政 康熙也认为太监不可信 她说正官古来 太监良善者少 要在人主防为杜贱 慎之于使 清朝太监地位低下 而且俸禄为薄 因此他们只能自寻方法 开拓财路 埋大是吗 当然了 开呀 天保佑啊 通上 通上 就说了 出光了 你自己分吧 辛苦赚来的全都给你们这包温神了 微薄的俸禄 随便堵个两把 就都完全消耗殆尽 于是呢 他们就动起歪脑筋 会去偷盗宫中的宝物 来作为自己私用 清朝宫规盛言 但清末面临封建制度瓦解 太监宫女纷纷解散离宫 便顺手挟带宫中珍品 外出贩卖讨生活 艺人侯丽芳就曾经在北京胡同 购得了一纸上好的白玉鼻烟壶 可能与晚清皇室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们买了以后 我们就因为觉得她声音很奇怪 所以后来我们就跑到隔壁几个摊子 我们就问 后来她就说 对 那是一位公公 那时候她大概有八十岁了 这纸鼻烟壶由上等白玉雕琢而成 否手线条柔顺 质地细致 手感温润 在微微光鲜的照射下 呈现柔和光泽 虽然完工年份已不可考 但贩售的末代太监声称 这是后宫飞瓶 准备要拿来当作赏赐的礼品 无奈清朝父王 这只鼻烟壶便跟着太监流落民间 大人看看合不合心意 照顾好皇后凤体 乃是微臣分内之事 皇后何须以理言信 它是有一个洞你可以掏出来 然后放在手上这样吸 我没吸过不晓得 在电影里面看 这样淘一点出来 放在手上吸 当时买的时候 底下这个盖子已经没有了 鼻烟在17世纪传入中国 但中国最初并无特制容器 后来才发展出小而精巧的鼻烟壶 壶盖内附小细尺 以便摇取烟粉 当年俄国钦差大臣 到中国朝拜康熙皇帝 献上大批珍贵礼物 康熙皇帝回奖的礼品 是美人一纸精美鼻烟壶 因为鼻烟壶集结了 中国雕刻 书画 烧瓷 镶嵌 等手工艺技术 精致秀雅 堪称是集中国工艺美术之大成的 秀珍艺术 这个就是古月宣作的彩绘鼻烟壶 真精致啊 是啊 听说玉影小组啊 非常的阔切啊 尤其是对我们的御医 就更舍得了 当时的这些贵族 有权有势的人 其实鼻烟变成一个时尚 同时他们在装这个鼻烟的时候 也展露出他们的装饰鼻烟的器具 比如说金的呢 赢的呢 玉的呢 翡翠的呢 展示自己的身份 自己的品位 自己的地位 如果这一纸白玉鼻烟壶真如太监所言 是宫中真品 那它跟着时代的动荡 颠沛流离 转转流入艺人侯丽芳的手中 也总算能获得喘息 其实清末天下大乱 列强纷纷瓜分中国 不只是人民看不见未来 皇宫内院的妃嫔太监 宫女也惶恐不安 只能未雨筹谋 每一个皇宫 每一座殿宇啊 得这个夹层啊 屋顶啊 楼板啊 或者是说各式各样的抽屉啊 仓库啊 里面都堆满了国宝 各式各样的宝物 我一个人能拿多少东西出路吗 但是水车就不一样 每天从玉泉山运到西滑门 还有水车那么大 到时候想再做上货 就再做上货 全都未卜 所以很多人会为自己的将来 想点办法 其中一个办法 比如说是不是 把宫里面有价值的东西偷出去 将来可以变卖点钱 所以他就利用一些可以出宫的机会啊 把东西从宫殿宫廷里面 一点一点往外头送 送给外面的亲友 太监偷到宫中宝物的方法千百种 有人趁夜摸黑 撬坏库房门锁 像小偷一样拿走宝物 也有人向皇帝要求赏赐 在想办法偷渡出宫 溥仪曾在他的回忆录提到 我只想着其他人正在偷走我的财产 这幅清明上河图 是乾隆爷的珍藏 我知道生平里 古月斋附近可以卖到好价钱 我可以多加一点聚马费给你们 早期像是清明上河图 几经流转 就有一个传说 太监流传出来的 那么另外还有一些 各式各样的国宝 都是从太监呢 去撬开了这个 各式各样的宫殿 的这个门锁 偷偷地外流出去的 甚至迷目张胆 在宫外开启了古董店 浦仪明知太监经常私运宫中 珍宝出宫 却无能为力 甚至在他大婚之日 太监们也没放过 偷到机会 比如说那些太监们 曾经就在浦仪大婚之后 就把皇后的那个 凤冠侠片上面的那些 珍贵的珍宝 那些宝石 钻石 全部都把它换成硬品了 然后还把浦仪所买来的 大钻戒给偷到走了 宫里的东西 基本上来就没断了 这回可好 丢到皇后的头上来了 当时在这样的一个 偷到的风气下 连皇后的凤冠的珍宝 都敢拔 可以想见 宫中的太监及宫女 是如何的拔户无人 有一天浦仪因为好奇 到专门用于存放珍宝的皇家库房 建福宫走走看看 他叫太监打开其中一座库房 看着满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 而且贴上嘉庆皇帝的封条 拆开封条才发现 里头都是乾隆皇帝的古腕跟珍宝 在这个建福宫小小的一个宫殿里头 里面就藏了多少宝物 大概浦仪也吓坏了 所以干脆就找了太监 点灯在养心殿里头 打开后面仓库一看 几十座的多宝格 建福宫附近有这么多的库房 全部都摆满了 那个乾隆时期那个时候的珍品 那个时候浦仪才真正意识到说 原来他手上的东西真的都是非常顶级的 然后这些东西完全没有经过任何的盘点 溥仪的英国家教庄世敦曾经告诫溥仪 宫中的珍宝正快速流失 请求溥仪采取对策 他曾说过年幼的皇帝是没办法到处调查的 没人教过皇帝什么是金钱的价值 对于溥仪的处境 他深表同情 当这溥仪想要彻查这些太监的时候 太监竟然把这个建福宫放了一把火 给烧了 要烧掉他们曾经来偷到的痕迹 可是这一烧就烧掉了整个皇宫里面 不知道有多少的这些宝贝古董跟这些器皿 紫禁城的宫殿惨遭注容 贵重的文物就和偷到证据一起葬送火窟 溥仪也苦无证据抓人入罪 只能轻轻放下 他曾在自传提到 现在想来这宛如一场大掠夺 参加掠夺的上下交香贼 换言之大概有机会偷的 没有不去偷 简直是天不怕地不怕 如果皇上知道少了这么多珍品 追究起来那不是很严重 他的江山那么大那么多古董 少一两件怎么会有人知道 溥仪后来他自己也加入这个 偷运艺术品出宫的这个行动 他是请他的家教老师英国人 Johnston帮他做这个策划 同时他有一个外面的亲戚 会到宫里面来 趁着他可以自由进出宫里面的机会 溥仪把很多话就交给他 为了筹集出洋经费 末代皇帝溥仪自己也加入偷盗行列 晚清的腐败竟让珍宝遭受如此劫难 令后世唏嘘不已 而同样也让后世感到惋惜的 就是19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不只造成许多文物散失 还让文物遭到更残忍的对待 文革时期他们就是反正抄家呀 来家里他不一定全部都搜刮 他反正看到旧时代的东西 他全部就是帮你毁啦丢啊打啊砸 像这个这边都有裂痕 他可能他摔啊 反正你这些东西都不用啦 旧东西都丢啦砸啊 文革时期 红卫兵在革命无罪 造反有礼的口号下 进行全面除旧行动 为了破四旧 他们闯入知识分子 官员的家中 焚书 连字画 古腕 玉器也不放过 侯立方的婆家 在大陆颇有声望 也难逃红卫兵的蹂躏 在文革时期呢因为怕被搜刮掉 所以呢我先舅舅就把它包起来 用卫生纸把这几个玉片把它包起来 然后放在那个酒杯里面 然后在床的那个四个床脚啊 都挖了挖了两个洞 然后再把它包起来 塞在那个床脚里面 然后外面糊了土 就把它挡起来 几块看似简单的小玉片 靠着舅舅的鸡井 幸运躲过文革的摧残 而这些小玉片 虽非价值连城之物 却是已传承上百年的古玉事 意义非凡 老人家那个帽子上的那个帽花 它是用玉做的 那大概是她的妈妈 就是几代传下来的 传承百年的帽花 最精致的就是这只玉鸟 雕工精巧 线条流畅 微微弯着头 像在聆听 栩栩如生 另外还有玉雕成的铜钱 玉酌成的老鼠 以及玉叶 各个精雕细酌 在那个大肆倒坏旧文物的时代 幸免于难 太平了以后 觉得比较安稳了以后 后来再把它挖出来 然后开放了以后呢 我先生去大陆看她的时候 他就说 哎 未未你把这个拿回去 我们在大陆也用不到 他说你带回去给你媳妇 文革的政治斗争 连带牺牲了数不尽的珍贵文物 清末的腐败 也让数不清的珍宝精品 像诗根兰花在四方漂流 历史已落下沉通的印记 毁损的文物无法恢复原貌 现实的珍宝也难以重组 后世只能避免重蹈覆彻 让得以幸存的历史文物 永存人间 艺人收藏的项目 琳琅满目 种类繁多 但是能够将古董一网打尽 可就是不太容易了 相声艺人秦伟最近又开始砸大钱 跟朋友合资 开设了一间古董文物拍卖中心 这里头的宝物年代 从商朝一直到近代都有 至少有千件以上 而这里头又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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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的声音